目前旅居丹麦的杨光 1940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 1980年代 杨光前往深圳经商 主管黄河实业有限公司 大约1984年 他从一个国安部官员的口中 听到了器官移植的黑幕 杨光在写给本台的亲笔信中说 这名学生迫于压力 答应为国安做线人和卧底 国安部随后对他进行了全面体检 准备建立档案 杨光的朋友说 这名无辜学生的尸体 随后被秘密火化 杨光向本台提供了 这名国安官员的真实姓名 但是由于事件发生在30年前 加上国安系统的隐蔽性 因此本台无法查证到更多的细节 来佐证杨光指正的火灾事件 但有一个关联现象是 就在1984年 中共的两院四部联合下发了暂时规定 允许利用死刑犯的器官移植 这显示出1984年时 中共就已经认为 由于人体器官是稀缺资源 就能突破国际伦理的惯例 加以利用 发展到2006年 有证人指正 中共不只是倒斋死囚的器官 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移植 杨光表示 由于他1984年就听说过活摘事件 因此判断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可能并非谣言 他持续通过人脉了解实情 终于他通过顾交 东北一家医科大学的前任副校长 了解到中共的罪恶 他准确地知道 仅仅一个城市里头的医科大学 每年起码做2000例到3000例的 器官移植手术 它的器官来源 有一种情况 没有姓名 更没有因收骨灰 只有一个编号 并且不管是手术当中 还是送到炼烟炉去炼了 都有610的人员在现场监督 这种器官的供体 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 中共火摘器官 到底有多少内部人士知情 外界无从得知 值得一提的是 杨光透露 1984年的火摘事件 那名涉事国安官员的父亲 是时任北京民族饭店副总经理李某 本台检索公开资料发现 北京民族饭店确实有同名同姓的副总经理 并且李某是由前中共见证大将 罗瑞卿亲亲自任命 安置在餐饮行业 杨光透露 李某的儿子在见证了无辜者被火摘后 退出了国安行业 而时隔数十年后 罗瑞卿的儿子罗宇 现在正在关注火摘器官 今年年初 罗宇发表公开信 呼吁北京立刻调查 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将党政军内 火摘器官的柜子手 省之以法 新唐人记者林岚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